四喜丸子 四喜丸子这道菜把表示吉利的四喜两字写入菜名 上菜时每个菜盘装进四个丸子 这是一道吉祥菜也是一道著名的卤菜 需用的原料是肥瘦猪肉 南起 酱油 清汤 葱白 湿淀粉 花椒油 精盐 料酒 玉兰片 大粒 味精 鸡蛋清 葱 姜末 姜片 具体的制作方法是 将肥瘦猪肉切成四毫米见方的丁 切好以后装入碗内 加入姜末 葱末util 中 Sozial 秋 蒋 参加苔阳 加入蒋入浆圆 毫米苔 泥芽 加入姜末木 滤倒到手исс 放入玉兰片 南棋丁 加入精盐 味精 料酒 同时加入鸡蛋清拌匀 另用一支碗放入蛋清、盐、味精、湿淀粉 然后把炒锅放入火上 加入白油烧到五到六成时 将丸子逐个粘上鸡蛋糊 下油锅内炸至 丸子炸到八成熟尸 用漏勺捞出 空净鱼油 加入沙锅 用大葱白垫底 加入清汤 放入丸子 加入酱油姜片料酒 烧加金盐和味精在中火上烧开 然后将丸子捞出放在盘里 将煮丸子的圆汤倒入汤勺内 滤去姜葱框 用湿淀粉勾芡 加入花椒油 花椒油 花椒油 饭 虾色 花椒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烧酒烧开以后浇在丸子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这道菜制作的关键是丸子要团匀 炖丸子时要用中火 四喜丸子的特点是色红 个儿大 咸 鲜 香 软嫩 入口即散